像現在有很多的那種 比如說USB 或什麼它的所謂相容性測試 那我可能協會那邊可能說 你只要用2.5GB來量就好 那你說我今天拿一台16GB來量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變成說我的上升時間會比較快 會快很多 好 那有時候就變成說 明明在2.5GB上面量是Fail的 那你16GB量會變成Path 有這種可能 那我們就盡量能跟協會那邊的Complied Text 能夠我們講說一致性 那我就可以把16GB的 直接把它Banguage Limit變成2.5GB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OK 大概這裡 大概就OK了 我可以一個螢幕 兩個 現在是兩個螢幕了 現在兩個螢幕 4個螢幕 應該是4個 1234 那我們這個也跟其他家不一樣 其他家沒辦法這樣子切啦 其他家的視播器沒辦法這樣子切 然後這個Persistent 密碼 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有點像在我們要去模擬 你 有LCD要去模擬所謂的CRT的螢幕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comnetDart 就是它如果連接兩個點嘛 那其實 視播器我剛才講說不是 20GB的SAMPORET 50P 50P 基本上它只有點 那 comnetDart就是說 我們要看你自己要波形嘛 那視播器本身就會 把 把點跟點中間 用 線把你連接起來 要不然它是只是點 因為現在 太細了 我除了說醬SAMPORET 我一時就 時間的關係 我就檢視就好 這個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那Color Grating的話就是 然後它會用顏色來區分說 它出現在螢幕的 呃...次數比啦 那亮度 亮度 我intensity而已 亮度跟什麼 對比度 對比度 然後這個是create 就是on 這個沒有 create 就on 好 接下來 觸發 出發 我已經用這個Menu來講 那... 就是... Edge 就邊緣出發而已 那你可以... 說我要上升元下降元 或上升下降 然後... Trigger Level 我觸發的位 主位是在哪裡 你出了這個主位 就在這裡 然後... 出發的Source 是... 哪一個Channel 那... 這個是讓你去看 比如說... Edge 那你可以看這個圖而已 啊... 啊... Edge的Tension 這個是... 我們講說... 我要看上升時間 那這個上升時間 我要... 多快 喔... 雖然是上升元 那我還要在多快之內 快慢 喔... 又是一個條件 這樣 那... 下降元 快慢 它... 也是一個條件 那... 7月有... 你們沒有 喔... 這個... 我們暫時沒有 那... Edge連Edge 就是說... 我現在... 第一個進來 有一個... 有一個邊緣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邊緣 並不是我要的 我... 我可能... 開機... 第一個Clark 會比較髒 我不要 那我特別... 我就是要... 要第三個... 第四個 那你就用這個功能 那... 這個進來 你還可以去射的 Gritch的話 你把它... Gritch... 把它翻成... 窄坡 齁... 寬窄的窄 這個在中國大陸 叫做... 毛次 因為我現在就是... 負責是... Great China 然後現在... 今天... 算是講的... 講話比較慢一點 你們還沒有聽到什麼大陸用語 要不然... 有意思說... 上課... 上的比較快一點 什麼... 大陸也不叫... 平寬 他們叫... 帶寬 他們也... 也不叫做... 主動被動 他們叫... 有緣無緣 他們不叫... 碳棒 他們叫... 你們今天應該還... 都還沒有聽到我講的... 是... 大陸用語 齁... 齁... 那... 這個就是一個窄坡 齁... 窄坡它... 你可以說... 正方向的窄坡 或... 副方向的窄坡 齁... 譬如說... 你今天要抓一個... 比較窄的... 比如說... 你Clark... 我今天明明是一個Clark... 那可能... 你懷疑說... 你的訊號... 你這個東西... 有問題... 那... 可能是Clark... 可能... 有些時候會... 變窄了... 齁... 你就用這個來抓... OK 那Perservice... 又... 又比Gritch... 你Perservice... 可以說... 我... 變... 就一樣一個... 他也是看波形的寬度... 大... 剛才Gritch只有小而已... 那這個也可以大... 他也可以小... 可以大... 而且... 他... 也可以說... 我這個Perservice... 抓到之後... 我還要... 這中間... 還要... 經過多少時間... Positive... 然後帶 Time... 這個... 等於說... 有一點像是... Gritch... Gritch是... 以前... Perservice... 包含了Gritch... 那... 為什麼現在... Gritch... 還是一直在... 因為... Gritch... 對釋波器來講,它好像是一個元腦級的東西一樣 在觸發這邊,一個元腦級的東西一樣 它...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有人的功能已經把它涵蓋 但是它還是在那裡 Round的話 我們講說,就是你波形的Ampitude有改變的時候 Ampitude 我們剛剛也是講說,我可能Clock 那可能有某一段Clock,你可能變窄了,變寬了 那這個是說,你可能這裡面可能 有忽然Ampitude掉下來 那你就來抓 那界定義就是這兩個電壓之內 這兩個電壓之內 正的、負的 這個還有 然後這個你們看 Positive Wrong 它刮弧這邊有個Time Polified 有些時候 你說 我們會怕 有些時候會抓到一個 我這樣講 Ampitude它雖然有掉下來 但是那個掉下來的時間 可能只是 其他Coupling的訊號進來的東西 忽然一個Spike進來 Couple進來 那你可以如果說 有像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你不想抓到那個 那你可以說 我這個Ampitude掉下來 而且這個Ampitude 所持續的時間要多長以上 Qualify Time Qualify 所以說我又多加一個時間的條件進來 Timeout 這個是一個叫做 它又跟Perservice又有一點相像 它就是說 你要界定一個電壓 就好像借定一個邏輯分析 以一個連跟一的電壓一樣 你要先給它一個電壓 那我來界定說 它待在High的時間 超過多久 我才出發 或者待在Low的時間 超過多久 我才出發 或者只要High 或者是Low 多久了 我就出發這樣 這個我先念過一次啦 那我待會會比較會比較常用的在講 那這個Pattern跟State的話 這個是有一點像要用 跟邏輯分析一樣 Pattern就是1010 那它你要看 你要看說 我這個 怎麼樣的組合 比如說 我設四個Channel 那就是要它要High High Roll 然後State的話 會變成說 它其中有一個要當成Clark 那High High Low 好了 我指定說 它一樣 High High Low 而且 Clark 它是要在Trendsion的時候 Clark在轉態的時候才算 這個都很少用到啦 對 對 那這個State up whole time 這個State up whole time 就 其中有一定是Clark 那這個 可能會比較常用一點點 比那個Tattern 比如說 通常 Data跟Clark 比如說我Clark在Trendsion的時候 其實Data是不能轉態 Data在這附近 在Clark在 因為 在這附近轉態的話 有些時候我會抓不到 也就是說 它 Clark在 轉態的 之前一段時間叫Set up time 後面有一段時間叫Hold time 那你的Data 要轉態 我們講說你Data轉態 不能在這個裡面 在這段時間裡面 好 比如說Clark在最中間 那欠 我有一個時間 這邊有 這段時間 那 這段時間叫做 Clark在這裡Trendsion 那這段時間叫Set up time 這段時間叫Hold time 這是Clark OK Clark在這邊轉態 那你的Data就不能在這裡面轉態 在這個框裡面轉態 如果說你Data在這個 也在這個時間 從0變到1 或從1變到0的話 那我系統可能會抓不到 你去看很多那種 我們講說 很多那種 所謂的有 Esternal clock的 比如說 I2C也好 HPI也好 只要有Esternal clock的 你仔細把它的Spec拿來 它chipset的Spec拿來看一下 它一定會有Set up hold time Set up hold time Set up hold time 那這個時候轉態 有的時候真的會造成一些誤動作 這個就是在抓所謂Set up hold time 現在這個也比較少用了 以前在DDR1 DDR剛出來的時候 還比較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LVDS LVDS 那我現在最近這幾年 反而很少聽到說 有人在還還在 在Bug 是在還在用這個抓的 比較少 這個Windows 幾乎Cover到剛才的RUN 也是電壓有變動的時候 那 Video Video 其實 這邊它是一個 不是什麼HDMI 那種訊號 喔 那種Interface 不是喔 它也是一個Video 但是它是類似像那種 Compassive 叫做複合性的訊號 那才有辦法出發 OK 這邊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Edge 那沒話講 Edge 規矩 大概會常用 RUN 大概你們這三種 那如果說這三種的裝飾底下 你還沒辦法Cover的話 那比如說RUN Ampitive 我RUN 我RUN 的話可能就是 很簡單讓你定義一段 兩個那個而已 那你再不夠用的話 你只要去用Windows Windows裡面又有RUN 然後它要怎麼樣啊 它有 設定的東西又更複雜一點 那通常 也就是說 Edge 就是一個上升效量源嘛 Greach就是一個 我們講說就是 寬度的變化 那通常都會變窄了 通常都是變窄 我這樣講 RUN 的話是一個Ampitive的變化 那這三個的話 不外乎這三個啦 喔 通常百分之 八九十不過RUN 這三個 就可以抓得到 那當然 如果說你們再有問題 這個還沒辦法出發到的話 那你 只好Call我們的 其他的 7個Completion 7個Action 7個Level 這個不用講 7個Action 就是如果出發到之後 我要E-mail通知啊 什麼 或Multi Purpose on Trigger 就出發到之後 我可能就直接把它印出來 或什麼樣 我就不講 Measurement 那這裡就是量測 自動量測的東西 那你可以 電壓 跟電壓有關的 我們就把電壓 跟時間有關的 把時間 跟Plug有關的 把時間 Data 或Mix的 這是量功率的 這是量 Slu-ray Slu-ray 其實它也是一個 就好像是一個上升時間 但是 它會用 它單位會用的不一樣啦 我這樣講 上升時間 我 上升下降時間 我可能只是用 看這個是量什麼 秀什麼 它是虎 mini second 它是用虎 mini second 那如果說 以你一般的 上升時間的話 我只是 直接給你一個 時間而已嘛